亚洲国际博览馆 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企业精神 非常着重环保及社会责任 我们一直致力把环保及社会责任的理念 融入在我们每日的营运当中 我们记得有一间现代货商码头公司 曾经来过我们举办一个很大型的宴会 这班公司特别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所以他们很开心知道我们这场款能够提供一个环保海鲜餐单 当他们用完餐之后 他们一致的反应就是食物不单止是美味 并且他们觉得他们是参与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一起都能够为环保尽了一分努力 其实这个环保海鲜餐单绝对不难销售 因为其实食物的质素一样是维持一个很高的水准 再加上其实在市场上面 很多的注重环保企业 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需求 我们的商务部同事当我们和我们接触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去解释到这个环保餐单背后的理念 而且是为何他们能够对保护海洋 保护环保作出一个贡献 当他们知道背后的理念之后 又知道有一个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很多的企业和公司都很乐意采用环保海鲜餐单 其实环保海鲜餐单绝对在质素上 绝对一样是很高质素的 并且在价钱上绝对也不会比其他的餐单更贵 而且在味道上完全没有影响 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环保海鲜餐单 绝对是价廉、物味、便宜、美、正 其实如何为之环保海鲜呢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一就是它的野外民众的数量 是一个合理的水平 或者它是人工都会反映出来的 第二就是捕捉或者养殖的时候 它周围的生物或者环境会造成影响 例如在意外牧鲁或者环境 第三这都非常重要的就是 有一个两国的管理措施 全球的人口不断增加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显示 全世界超过八成的重要海洋资源 已经是不能够再增加产量 有些甚至是不断下降 其实我都喜欢吃海鲜的 在选择的时候 选择一些环保的食物 就可以做到长食长油 刚才我煮的菜是芥兰炒虾仁 这个虾仁是很特别的 是一个环保海鲜的类别 这些虾仁是从澳洲拿过来的 其实你问我 环保虾仁和虾仁一般来说 没什么分别 看大厨怎么去煮 如果味道各方面控制得好 那就行了 OK的 知道你觉得你这碟虾仁会不会好吃 当然好 由今年开始我们有一个略论的统计数字 就是我们从一月开始到现在 做了一百六十一单的宴会 差不多是一乘二千位 那16%是自动告诉我们 我们有什么环保海鲜菜单 那我们就会推荐给它 在一个马会那么大有机构 那我们有一个责任去 去响应一个世界自然秘密会 推动环保 那我们今年开始 所有的婚宴都加插了一些环保的 海鲜 甚至乎没有鱼翅的汤 当然没有鱼翅 那别人说没有鱼翅 那是否是婚宴来的 但也不是 我们用一些比较精选一点的 环保海鲜 去炖一个漂亮的汤 那代替鱼翅的价值都一样在 在这里 在婚宴上如果想说保育 当然第一个主题就是鱼翅 其实客人为何鱼翅呢 很大原因都是因为它是一个传统 或者不外乎就是说 有一个尊贵的感觉 想客人做了这么多人情 来到都吃得比较尊贵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做了很大功夫 就是我们在鱼翅的替代品里 我们特别是发明了一种 一个汤羹 就叫做鲍鱼翅 鸡翅会竹生 因为鱼翅本身是没有味的 只是上汤做得好 是得出那种那么好的味道 你可以想像一下鱼翅的汤 我们用来做 不过今次是用鲍鱼翅 那个味道只会是更上一层流 所以在那个尊贵的感觉 和在那个味道方面 客人都会很喜欢 其实跟同事一起设计的时候 都想到一件事 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 结婚有一个动作 就是一定要教拜天地 其实就是敬天敬地 就是我们中国人 其中一个传统 和结婚成要做 那其实什么叫天地呢 就是我们的大自然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在结婚那里 可以去保育生态 本身就是敬天敬地的一个行为 本来呢 就不是打算为公司宣传的 但是做了这件事之后 事实上也都是 很多客人都是因为这件事 特意来问我们的婚宴 那我们在这个 保育这个议题上 事实上也都令到公司的形象 是提高了 过程之中 其实他们有很多 比如那些旧的师傅 在开头的时候都比较抗拒的 但是在过程之中 因为他自己亲身参与 都见到原来很多海鲜 真的没有了 找不到了 那都到最初 比较抗拒的态度 变成后来 还自己感同身受 在他日后的工作里面 多多少少都会滲到 这些博物的元素来 我当初接触环保海鲜的时候 我都要上网看 wwwf的list 因为我知道 里面的list 有很多物品 对环保海鲜介绍 比如说 我们以前是吃龙斑的 不环保的 现在我们换了一条 绿洲龙凳 回来的 common也很好 到底是龙凳 其实我看的大趋势 就是环保海鲜 是有得发展的 现在我们所有的食肆 以我所知 很多食肆 他也认为环保海鲜 还有他也放了很多海鲜 在餐单里 至于供应商那边 只要一路一路 我们用家 用得多些 供应商 他自然会有很多海鲜 介绍给我们 还有我们又提供些 什么海鲜我们需要 他自然会进入过 变成入过一多了 科研稳定了 自然质量 就一路一路的提高 其实在香港 要推行环保海鲜 是有很多功夫要做的 好像2007年 我们推出的 海鲜选择指引 就要对不同的海洋生物 进行评估 我们根据这本的指引 想了两个方法 去帮不同的酒店食肆 第一 就是和供应商合作 做一些产品的目录 里面就只有环保海鲜 方便各大食肆 很容易去买到一些环保食材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希望 顾客去到餐厅的时候 会觉得环保海鲜 是很难找到的 所以我们就和不同的餐厅 食肆合作 去设计一些环保海鲜的餐单 令到顾客去到食肆的时候 就可以很容易 找到环保海鲜这个选择 我觉得环保海鲜 这个产品在市场上 越来越好 比大众接受的情况 就越来越高 你见到现在 就是政府 最近这10年8年 政府放很多资源 来宣传环保意识 地球暖化 很多小孩都要知道 变成了一般市民 开始要接受多些 这个产品亦是 产品亦会高 因为政府这些讯息 很多餐厅 很多环保海鲜店 或者食物店 现在应运而生的很多 渠道多了 其实环保海鲜 很多人都以为 是不是很少选择性 而也没什么选择 其实是刚刚相反的 近几年 越来越多国家 是致力推广环保海鲜 所以来说 环保海鲜的选择非常之多 其实这些龙虾 对于你们来说 一些都不密切 非常三眼 差点想咬我 其实这些龙虾 是加拿大波士的龙虾 很多时候 我们去酒楼 或者酒店 餐厅都会吃得到 其实这些是环保海鲜 为什么会是环保海鲜 就是因为 它虽然是野生捕捉 但是它们有限量的供应 和它们有限时间的捕捉 它们有很多区域的划分 所以全年到晚 它们外国地方的政府人员 它们就会分区来捕捉 所以来说 几十年后 都依然有这只龙虾 吃得到 每天都会有很多新开的餐厅老板 过来找我们 我想看看我们的货 有什么环保海鲜可以推介 其实很多时候 人们都会说 真的怎样去介绍给它 在我们来说就非常之好 因为我们会看回它的餐厅的背景 它的当事 或者它的销售的对象 从而我们就会帮它 去用一套我们认为 適合它用的海鲜 来介绍给它 其实很多人有个错觉 说环保海鲜 是不是一定贵了 这东西是什么 一定是很贵的海鲜 刚好就是相反了 环保海鲜 其实它可以有一个稳定性的供应 而且价格上 全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来说 相对来说 现在香港6.5%的货币 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你看一下 就算我们买国内的 红衣鱼 游泳鱼 都可能超过了20%的增幅 但相反来 我们吃三文鱼 其实它相对去年 是减了10-15%的价钱 就是因为它是环保海鲜 上海鲜 有什么好意思 就是我们的一家 我们的名字是 我们的名字是 《How smoke salmone》 是一个生存的生存的 是从 Nor华鱼 是它是在水面上的 是另外一个生存的 是从菲来的 我来自菲来的 是非常清新的国家 我们常常喜欢 使用生存的食物 因为我们有高压力 烈是自然的 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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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好在自然中心 基本上所有食物的食物都开始由材料 所以我选择材料 然后我开始接触服务员 因为有时需要服务员 也需要识训服务员 然后问他们什么食物你喜欢选择 它是全是选择 作为 chef 我可以选择材料 然后服务员看到有需要 这些食物在市场 然后他们开始销售更多 和其他食物也有 然后客人 让他们选择材料 所以这就是这样 我认为一个食物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在这整个阶段 其实支持这个可持续海鲜五线计划 其实长远而言 对环境 对我们公司的企业形象 和对我们增强我们的竞争力 是有绝对良好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觉得很值得 其实海鲜我们一向都有原用 因为海鲜是一个很健康的食材 它的脂肪含量很低 但是它的蛋白质肉很丰富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 都有用海鲜做我们五线饭盒的食材 但是今次我们用了环保海鲜做饭盒 不单止可以兼顾学生的健康 还可以连海洋生态的健康也兼顾 所以WWF邀请我们去参加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是很乐意去参加和支持的 如果小朋友问我 为什么吃环保海鲜那么重要 我就要告诉你 如果你有一天想去海滩游水的时候 还有些鱼蝦陪你一起游的话 你就要选环保海鲜 因为环保海鲜正正可以保护它们 到成长成熟的时候才去吃它们 那确保海洋的生态都是继续平衡下去 生态足印其实就是每个人 是用地球的多少可在生存 每个人用得越多地球的资源都住不够 而我们的报告指出 就是其实如果全球的人 都跟香港人的生活消费目式的话 我们需要2.2个地球才够用 很明显是超支 所以一定要减少我们的生态足印 香港人是喜欢吃海鲜的 所以如果要减少香港人的生态足印 就由海鲜入手 香港人现在吃全球150个国家的海鲜 所以如果我们应用环保海鲜的话 就不单只能够保护到 这些各地的生态环境 还令到我们下一代 都能够继续有美美的海鲜可以享用 你想想下一代 我们当然就是要保护好地球 即是现在的一切投资 都是我们的子女去享用 所以地球可以天长地球的话 对婚姻或者对我们下一代 都是有好处 支持环保餐单 保护海洋 为下一代着想 祝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